对彭信博直相约前往后龙溪流一网鱼 52岁的彭信男子穿着长户下水 走到溪流中突然往下一沉 14岁的侄子因为没有带手机 一看情况不对 立刻跑回家打电话求救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 派出了潜水人员进行搜索 花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彭信男子 但是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不知 搜救人员潜水在大约两公尺深的水底下 发现彭信男子的腿部卡在十分钟 动弹不得 他整个人溺水多时明显失去意识 救难人员将他拉回岸边 一边施以心肺复苏数 一边紧急送医但仍然回天法术 发现他下沉的位置是满身的 至少两米左右 那我们穿着肌肉就身也是没办法下潜 消防队员指出 溺斃的彭信男子52岁 带着14岁的侄子到后龙溪流域往捞西渝 彭信男子中午喝了点酒 又穿着长裤独自走进溪流中 没多久突然不见踪影 侄子怀疑叔叔灭顶欲耐 可是因为没有带手机 只好拼命跑回后龙家中求救 等到消防队员货报前来 寻找到彭信男子时已经来不及了 他是说他阿伯应该是想要把鱼碗摊开 那他觉得后龙溪的水应该是不会太深 他是说他阿伯中午喝了一点酒 南丽线消防局指出 天气炎热细水的人多 后龙溪流域看似平静 容易让人误以为很安全 但其实溪流中暗藏漩涡 早已经被列为危险水域 呼吁民众不要随便下水 以免发生无法挽回的悲剧 借张欣杰料理报道